今天我們接著來看第二類資料編修 還有列印能力 也就是你今天如果得到一個資料 那我希望也有格式 那比如說第一個 題目還有一個說明 他的說明我覺得這個證照考試題目 好像設計越來越人性化 有點像先給你一個情境 這個情境的話 他跟你講說 他這個 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的設計 是因為他有一個原因 什麼原因呢 OK就是什麼快樂小學考慮目前學童有那個什麼體重過胖的問題 所以他是有一個特別的原因 然後 所以因為過胖 想對全校的學生進行體重的檢測 OK 所以他必須想一個辦法了解說到底 學校是 這個小朋友是不是有過重的問題 所以呢他就根據什麼 學校的那個 體育的組長 他就根據 那個 世界衛生組織 跟中華民國的營養學會所使用的公式 那這個公式 男生跟女生不一樣 你會發現 男生的標準體重的話 是什麼 他的身高減掉 他的 標準體重指標 所以需要一個指標 把他的身高減掉 指標之後 所以要先減 外面有個瓜糊 再乘上 這個70% 那70%其實有幾個表現方式 你可以用70%或者是0.7 其實結果會是一樣的 那女生的話公式 跟那個男生不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這根乘以 60% 然後以那個 以SEO計算每個學生的標準體重 然後顯示 需要 增加或減少 所以這個資料最後 要顯示出來 如果他 過 胖就要減肥 有沒有 如果過重的話呢 那就要增 所以 減的話要顯示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個結果可以看到 如果他過胖 這個應該是他的 他的體重 這個應該是他的標準體重 所以兩箱減之後發現 他 應該要減 22公斤 那相反的 增胖 甚至如果說裡面有剛好標準 比如兩個完全match的話 那就顯示什麼標準體重之類的 我看他裡面有一些 相關的 那其他的話還有哪一些要設定 他有一些格式設定 他說 作答先把那個檔案打開 所以第一個的話 你們可以把那個 我們放在雲端上面那個範例檔 練習檔的話是第202題 這一題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根據他的題目 標準體重指標 男生在這邊 女生在這邊 所以要把公式 打到這個地方 OK 然後這個他體重 這個他標準體重 當然就要知道說 到底他 這個人是要增加 還是要減少體重 或者完全match 當然就顯示 顯示標準體重 這個他的資料 然後裡面還有哪些規則 所以總共會有 這個先開檔 那底下的話 總共會有 1到6 小題 那待會的話 我們就分別 把這6個小題 分別來完成 然後 其中的話 這邊也是會用到 函數 然後呢 把它做成一個公式 那其中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叫rump up rump 其實白話意思是 無條件 就把小數點去掉 那一幅函數應該 之前也用到過 那使用標準體重指標 進行計算 然後結果無條件 無條件 就是這個 就是不管說 小數點是幾位 比如說1.1 1.1進位之後的話 那就變成2 取到小數點 得到就2 也就是說他不是 四捨無路 他是 直接進位 只要有小數點 就直接進一位 然後 再來的話呢 就是計算公式 把這個標準體重 減掉 體重 得到的結果 就顯示出來 OK 然後再來就是 設定平均 Average函數 然後 得到結果 在底下的話呢 就是要做一些格式上的設定 包含什麼字體 出題顯示 背景什麼顏色 比較困難的 這題應該最難的地方就是說 你要制定 數值格式 也就是你將來顯示的話 不是 這個要怎麼樣 要制定格式 讓他顯示就是說 如果為正數的話就是 幾公斤 他要標準體重減掉 標準體重減掉他的體重 如果是 負的話表示說他要減肥 所以要減 減幾公斤 那如果為零的話 那就完美身材 讓他顯示出來 可是這個地方 他要的是從 格式裡面去做設定 而不是說 要你用那個什麼 公式的方式 所以這題 最難的地方在這個地方 可能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不是用那個 函數 所以第四點 可能要特別的小心 再來就是列印 所以第五跟第六 就是將來呢 希望把這個資料給列印出來的時候 要怎麼樣 剛剛好 他印出來不會說 太寬 或者太窄 或者是列印不下的問題 所以他裡面的話呢 必須給他 名稱 然後呢 把那個 標題部分 根據第六列的資料 給列印出來 這怎麼設定呢 請各位先試試看 按照題目要求 先把這個題目打開 那接下來待會我們就逐一來看一下 該怎麼做 所以第1個的話呢 他第1個題目是依據性別 所以他跟你講哪個範圍 H7到H61 然後 他要無條件敬畏 然後他的公式 公式他前面已經有講了 就在這裡 男生跟女生 所以怎麼知道是男生 怎麼知道是女生 其實這邊各位看 他的 標準體重先計算出來 那他是女生 所以女生是取這一個 你要怎麼知道 所以這邊第1個要先做邏輯判斷 所以判斷 這邊第1個用邏輯 或者上面已經有了 邏輯 那如果呢 這個儲存格 也就是他的性別這個欄位 假如等於什麼呢 等於男生的話 OK 所以自己打也可以啦 或者是說 你 在那個 儲存格上面也有的話 這個嘛 或者這個如果你不自己打的話還有一個方法 這邊不是男生 點他這邊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點這邊的話 記得 一定要 在3前面加個淺的符號 為什麼 因為等一下會向下拉 OK 你打一個男 或者打一個 這個 這個地方 也就如果 他裡面是性別 是男生的話 那我們就根據他題目的這個規則 男生是 他的身高 減掉 標準體重指標 先刮弧之後再乘以 70% 我們用0.7好了 所以他的身高 所以如果為True 表示是男生 男生的話就是他的身高 減掉呢 他的標準體重 標準體重是這個 G3 OK 那記得 等一下一樣會向下填滿 所以這個位置一定要 要把他鎖起來 不然的話他會自動加1 那一樣 把他先刮弧起來 再乘上 本來這70%就0.7 好那這個複製一下 因為底下的女生跟這個蠻像的 改一下 那再來就是 如果 False 就是如果反之 不是男 而是女的話 那這邊乘上0.6 然後他的這個標準 這個地方儲存格 當然就是這個 這個應該是G4 改一下 一樣在 G4的前面加前的符號 因為 這個位置將來向下填滿 會變動 好 那你會發現他標準體重應該多少 因為他女生嘛 所以是49.2 OK 確定 然後 可是剛剛有提到 就是他這邊是無條件淨位 所以49.2應該變50 所以怎麼樣無條件淨位 最後的話 我們還可以 在這個公式的外面 你再包一個叫rump up的一個函數 因為rump up他必須要取到整數 所以題目裡面應該有講 就是說 這個地方的話 他說用rump up 然後這個有沒有用 然後他說無條件淨位 取到整數 所以如果是49.2的話 他應該變50 沒有點多少 就是50的整數 那如果我希望在這個地方 無條件淨位的話 就用rump 所以你 其實有簡單方法 我習慣就是 直接在 if 跟等號中間 加一個rump 當然你可以打一個 RO 其實他大概就出來了 rump up就出來了 你把它點兩下 他就會幫你加rump up前刮鬍 不過記得他不會加後刮鬍 所以你後刮鬍一定要加 所以在這個前刮鬍 尾巴這個地方在豆點0 豆點0指的是 取到小數點的第幾位 那如果你是0的話就整數的意思 後刮鬍一下 打勾 這樣應該ok了 看一下打勾 沒錯 他就無條件淨位 底下都一樣 所以呢 假如說你剛剛有鎖定的話 哪個地方要鎖 這地方要鎖 這地方要鎖 如果你沒鎖的話 就會出錯 可能注意一下 這三個地方就要加錢的符號 向下填滿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他增減體重的部分 他是希望說 到底他是過重還是過輕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增減體重的公式是 標準體重 減掉體重 標準體重 在這裡 減掉體重 所以公式 游標放這邊 等於 等於這個標準體重 減掉前面這一個 打個勾就ok了 那意思是什麼呢 他標準體重50 可是他體重45 那他應該要 加5公斤 打 他要吃多吃一點 OK 這個的話應該 這個要減肥 他體重58 可是他應該只能夠 57 所以他過重 向下填滿好了 理論上這個不需要鎖 因為 他這個位置要變動 好 那你會發現 這邊應該要 再減1公斤 可是 你目前的格式來看 怎麼看得出來 這個5公斤跟1公斤 到底是要增還是要減 完全看不出來 所以 他這邊有一個要求 就是你要把它格式化一下 那格式化他有三種 也就如果0公斤的話 那就是完美的 如果 這個 正的負的 你必須要給不同顏色 所以我看一下這個題目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求 他說 OK 這邊的話增減體重 我先把它算出來 那底下有要求 如果是增加要用正的 要顯示要幾公斤 那負的要紅色 標準的要藍色 所以如果正的話 顏色不變 但是要加幾公斤 所以 第一個 那你要怎麼去設定 其實第一個 Ctrl Shift向下 有不要放 I7 感覺就向下 然後呢 第二個的話 請你在這邊 這個範圍按右鍵 儲存格式 關鍵來囉 如果你要下一個公式的話 基本上在 制定裡面 的這個位置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好像裡面本來就有東西了 其實我們只要做一些 變動就可以了 那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格式裡面 他是希望說 如果是正的話 那就是 幾公斤吧 我看一下 他這個條件是不是這樣敘述 他說增加的話 是顯示 XX是 原來的 數字嘛 比如5就5公 後面加公斤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後面加公斤的話 就把原來的KG 加空格這個拿掉 裡面不要有空白 那把它輸入公斤就可以了 OK 當然如果你按確定的話 他理論上就會顯示 有沒有發現有不一樣的 5公斤是要增加的 負1公斤就是要減的 但是喔 他其實 第一個這個正的是OK的 但是還有兩個不OK 哪兩個不OK 他說 如果是負的要顯示紅色 然後要加一個字 叫減 幾公斤 所以喔 第二個我們來的 一樣 我把它恢復了 按右鍵存容格式 那我們剛剛已經打了第一個公式 就是 假設他是正的話 可是負的話怎麼怎麼做呢 其實你可以再加一個分號 如果再加一個分號的話呢 那就表示說 你要針對 負數的部分做一個格式 那負數的話第一個要紅色 那紅色怎麼表示喔 他還蠻特別的 如果你要紅色的話 請用中瓜糊 然後再加上紅色 他就看懂了 原來你要把負數 如果是 數字是負的 他就會 加一個 把它顏色改成紅色 OK 然後後面的話呢 還要再加什麼 看一下他的需求 負數要減 幾 公斤嗎 前後好像是有空白 這個等一下再確認一下好了 如果有空白可能要加一下空白 如果他沒特別講 那我們就不加 減 紅色減 所以減的話呢 是一個文字 那如果記得喔 假設這個文字 前後一定要雙引號 打個減 然後 如果是裡面的那個叉叉的話 記得用0來表示 0的話就是 他的那個體重 所以 他會出現應該是 負 他會是負1 OK 所以把這個 值放進來 減幾公斤的話 那就把公斤再放 公斤一樣是個文字 所以才把他接到這邊來 其實你會發現喔 他跟那個 Excel裡面的公式 最大不一樣 就是不用串接符號 有沒有 像如果在Excel的公式裡面 可能就是要加一個 and符號 這邊不用 你不要沒事加 加了反而出錯 我看一下 理論應該這樣 減 幾公斤 OK 是紅色 按確定看看 好那你會發現 有沒有看到 如果是負的喔 他出現減 幾公斤的 紅色嘛 是不是 他這意思是不是這個意思 減幾 沒錯 那如果是 0的話 那就顯示藍色 完美身材 那一樣的道理喔 最後一樣按滑入右鍵 除了格式喔 那最後一個啦 還有一個 如果是0 所以喔 他其實這個格式 分成三個區塊 第一個區塊是正的 第二個區塊是負的 第三個區塊是0 所以你再加一個分號 然後顏色的話呢 跟這個是一樣的 所以我把這個拿來 複製好了 改一個藍色就可以了 顏色的話 其實他看得懂 紅色 藍色綠色 打一個藍色 然後呢 完美 他要顯示什麼 完美身材 所以這邊的話呢 記得呢 不用加0 你不用說 因為本來就是 怎麼講 0了嘛 那你加個0 其實 有點多餘 所以這邊的話 把它輸入 完美身材 完美 身材 OK OK 好了 這樣應該沒問題 有沒有看到 所以記得喔 中間加分號 那這個是指的是正的 這個是負的 這個是0 按確定 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完美身材 有有一個 因為其實好像0只有一個吧 是不是 底下沒有了 好 所以呢 這樣的話呢 就蠻清楚的 所以啊 其實如果你 假設你是這一班的班導師的話 那其實你真的 應該 主要是針對 紅色的那些小朋友 去針他 而且最好是排序一下 比如說排那個要減最多的 有沒有 那每天喔 就稍微針他一下 因為他 體重應該是最胖的 OK喔 所以 那這樣的話 我覺得相對比較有成效啦 因為現在其實小朋友都過重 因為吃 太多油炸的 太多甜食 我們家的小朋友也是一樣 你跟他講說不要吃那麼多 他還是忍不住要吃 每次呢 下課的時候 我如果去接他的時候 他每次都叫我去 幫他買一杯珍奶 OK 那我又 不是很想買給 但是又 又 所以他想你少喝 很麻煩耶 OK 那當然有時候會用一些手段說 好啦不然你自己出錢 但是 他又會耍賴 這是他也沒有辦法 OK 所以 這個 不過目前他好像還沒過胖 所以就想說算 給他 一個禮拜一杯 他也許 還是可以接受的 好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今天 這一題最難的地方在這裡 我再重點提示一下 Ctrl-ship向下 把範圍選起來 按右鍵 關鍵的地方在這邊 他是在制定裡面 做這個敘述 這個敘述 我是建議你不要死背 最好是用理解的 因為其實我也是用理解的 就很順的可以把它打出來 正的 分號 負的 分號 零 如果你實在記不起來的話 其實我好像有在雲端白板上面有放 所以你可以在雲端白板找一下 202的學生名測 剛剛的公式 這邊就有了 打的一不一樣 好像是一模一樣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